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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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别是以结果为目标去解决问题 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和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技术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 一向相信做事除了要符合程序 更加以结果为目标 我会从政府理念和做事方式作出变革 提升施政的效率 怎样以结果为目标呢 他以自己去年年底和内地商讨 几乎成功争取免检疫通关为例子 纵然我们的做法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对接到 而达到我们共同希望达的目的 是否就可以呢 所以跟着我们特区政府做很多事情 去考虑一下对方的要求 要变革的包括解决房屋 医疗和青年发展等深层之问题 他强调不会为边而边 例如是现届政府的北部都会区计划 他就说看法正面 李家超又提到会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 守护法治 又承诺会和班子走入社区听民意 我在政府服务了四十多年 甚至一个人的能力再大 都是有限的 在我领导之下的第六届政府 将议会诚恳的态度走入社区傾听民意 亦都会积极燃揽人才 组建团队 这将会是一曲新的交响乐 我会当指挥 让当中每一位成员 发挥其优势 进展其所长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益 共同为香港奏出更辉煌的新乐章 有人说你是中央阴点 你自己怎样看这个说法 我是欢迎任何人去参选的 因为只要任何人 我是符合资格 我都很乐意 和大家在一些辩论的场合 去讨论下大家施政的理念 在我和中央沟通的时候 我会觉得中央是非常考虑香港的意见 被形容是武官出身 在政界和商界都欠缺人脈 李家超承认和部分人的关系不深入 但认为反而是优点 我没有任何包袱 我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大家可以做事 而每一个人都受惠 我会为香港带来一个会干事 感当当 而且做得成绩的一个政府 我会为香港带来一个 让老百姓觉得有收费的 措施的一个政府 被问到如何修补社会撕裂 李家超说知道香港社会有分歧 将来在每件事情上 处理的方法和态度都不同 会真正沟通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协期报导 为李家超进行选举工程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李家超正是积极接触选委 希望争取最少500张提名票 即是获得3分1人的提名 和高票当选 下周得名选委现真竞选办 帝交提名票格 李家超正式宣布参选的 网上记者会 同时在多个社交平台直播给网民看 他的竞选办公室社交网站 也换上李家超的头像 和新的封面图片 展示同位香港开心片的口号 而赤于中环广场的竞选办公室 先后有辞任政务司司长政治助理的肖佳怡 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等现身 担任李家超竞选办主任的全国人大常委 谭耀宗说 稍后会公布竞选办人员名单 目前已经收到很多选委主动提名李家超 而因应疫情 李家超将会透过电话视像等争取支持 被问到武官出身的李家超对金融等其他事务不熟悉 谭耀宗说特首不可能懂得所有东西 最重要是知人善任找合适的司局长协助 下午有多个选委亲身到竞选办提名 包括曾任林郑月娥竞选办主任的行政会议 以召集人陈志思 我有个短信给他 就是多谢他愿意走出一步 为我们香港未来这几年会作出这个贡献 因为其实未来这几年的确是很艰难的 其实我都是在报章和后来他出来说 才知道他是正式去参选的 因为我和大家一样 我都是在这个星期一才得知特首不是去参选 而被提名的还包括经文联主席盧伟国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管浩明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等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亦都在社交平台说支持李家超参选 母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本港新增2535宗新冠病毒个案 包括首日致愿快速检测快速测试阳性情报 当局分析数自认为有市民响应政府快测的呼吁 新增确诊除了13宗属于输入 其余全部都是本地感染 包括886宗核酸检测阳性 而快速测试阳性情报有1636宗 发出测试比例由前一天大约一半增加到六成半 当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也由三成增加到六七成 证明其实有一些人就响应了我们的呼吁 就是没有病征 不过也有做到检测 这个数字上就是 其实全香港的其他监测的指标都是低的 无论是那些维风强检或者是那些社区的污水检测 都是低的 所以这个数字可能是在反映社区的情况 全民三日志愿快测来到第二天 适逢周末出去玩之前有没有做检测呢 当局提醒市民若果快测结果情陰性就无需情报 死亡个案略有下降 星期五有53个58至107岁的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另外星期四有9宗的死亡个案早前未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快速测试阳性数字不属于指数式上升 证明社区隐形患者不多 对于卫生署更新指引 容许外展医生为无监护人的无认知能力的软有打针 林郑月娥说是经仔细考虑 对于确诊数字稍微回升 尤其是快速检测数字增加近400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 是反映全民快测有成效 强调上升的幅度不大 暂时不会影响今个月21日 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上升的幅度并不如一般预计 突然间出现一两万个 在社区里面 不是多得那么紧要这些隐性的传播链 快速检测不是做到很多阳性个案 就失望大家应该是开心 那我们更加有信心 在复活节假期之后 就可以按着我3月21日公布的工作去推展 林郑月娥说如果隔离设施需求未有急增 会先将用作隔离的屋邨和过度性房屋交环 他又说抗疫记者会已经举行一个月 如果确诊数字回落到三位数 将会结束记者会 卫生署近日更新对外展医生的协议 说院舍无认知能力的长者如果没有监护人 医生可以判断和决定 院友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林郑月娥说是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虑 如果这个长者不是有一个法律上的监护人 是书面反对 那我们就觉得医生的判断应该是更加被重视 从而为这个长者打枕 这个不是改变了政策 是釐清了一些考虑 他又说更新指引可以令外展医生能够遵从 又希望在新一波疫情之前有更多院友能够接种疫苗获得保护 郝先生记者在刘春玉报道 复活节假期之后 学校中未分阶段恢复面售课堂 教育局长杨润鸿说 初步打算在恢复面售课堂之后 依求学生进行较频密的快速测试 如果间中有确诊个案也未必需要停房 教育局早前说 考虑最快在复活节假期之后 即是今月19日开始分阶段恢复半日面售课堂 建议高小率先复课 教育局局长杨润鸿说 最快下星期可以敲定细节 又正是研究是否在恢复面售课堂的时候 要求学生回学校前需要做快速测试 最多的就是比如一天做 那我们每天都知道 他那个学校究竟有多少人确诊 我们希望可以订到一个比较清晰一些的 比如多久做一次 或者是多少个个案 或者百分之多 我们先觉得是需要停货 或者等等的事情去做 由小学校长同意安排 认为当局可以授权校方抽查快速结果 又建议已经打了针的学生 可以减少检测次数 而儿童接种率维持六成多一段时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福货在职情况令人担心 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打针 有专家建议 学校之间应该互相公开学童的接种率 他又强调儿童感染后 会引发后遗症包括影响大脑发育 提醒家长不能将新冠病毒 事作普通感冒 无线电视机社梁卓音 沙田险征村险有流要遗风强检 居民下午陆续落楼检测 政府说大厦近日发现多中阳性个案 涉及变异病毒株 经评估之后 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 下午三点半起遗风强检 目标在明天中午完成行动 稍后回会报道 警方以欺诈罪拘捕了三人 涉嫌用车扣架以现金兑换消费权 湖克兰东部火车站遇袭事件 俄乌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 警方发现网上有人声称 可以用折扣价钱以现金兑换消费券 调查之后拉了三个男人 包括店铺东主和售货员 涉嫌干犯欺诈罪 政府派发消费券促进经济复苏 但有不法之徒就趁机赚钱 警方近日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 声称可以以8-9折将消费券兑换成现金 他们在网上和想套演的人联络 之后商业去到指定的地点或商铺 透过店铺的付款码交易 再以折扣价支付现金 从中赚取差价 警方追查之后 锁定三个曾经登过套演广告的男人 星期五放射说有意交易 成功在旺角、深水堡和将军奥 拘捕了3个33至45岁的男人 他们报称是店铺东主和收货员 警方相信有市民曾经成功套演 提醒他们已经可能违法 但是如果市民他私下用消费券 他对双方其实都会构成一定的风险 还有如果市民他违反了 政府为了消费券而定立了的一些条款 或者限制作为一个合谋套演 都有机会干犯一个串谋欺诈罪 而涉事的商户亦都会列入客名单 警方说干犯串谋欺诈罪最高可以被判监14年 又提醒市民消费券只可以用在本地零售 餐饮等的实体商店和网上店铺消费 不可以拿来兑换现金或者其他用途 市民签密疑心事发 好先自记者一流进入不到 消费券推出之后第一个周门 不少市民出去救命 虽然今轮消费券金额比上一次多 但是不少人说会用得更加謹慎 在深水堡一带 早上早下午都人来人往 刚刚拿了消费券 会不会比上年拿到消费券的时候更加疏爽呢 好些好些 你总之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计那些 都会 真的好窮 每天都贵 每天都贵 都打算去买些开心 那些 买得爽得都要省下 现在找着更难 都没工作 找不到钱 留回去慢慢用 因为很多人都失业 都没工作 所以就比去年更紧慎 我想很多人会用在抗疫方面 市民消费心态各有不同 有商户推出优惠盡力吸客 可能疫情都还是紧张的 有些客人还没出来 还有他又说要叫人慢点洗 有些人真的会谨慎点洗 不会即时拿来买东西 街市的电子支付系统 因为新一轮消费券 再被频频使用 但是有档犯忧虑 对生意帮助不大 去年都有 去年利用完 那些人又好像静了下来 就是这样 现在有的 又多了少少人 不过河街现在都真的静了很多 相比之下 就算你有消费结 现在的人都争了少少 在深水埗这里 仍然有不少的菜单和肉档 没有安装电子支付的收款工具 有市民就说没有这么方便 至于有不少人 选择消费的电器店 有店铺表示 对比上次消费券推出的时候 顾客人均花费多大约1千元 上次的消费券 都是头个个凌两个礼拜 那些人下来 是出去消费一些 还有今次的疫情关系 困住 所以去买东西 特别兴奋开心 他说早前有不少顾客要求留货 等招费券发放后付款拿货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一个男人在下城门水塘 失足跌下山坡 送远之后不止 警方在中午接获行山人士报案 说一个54岁的男人在行山期间怀疑失踪 跌下30米下山坡 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个男人昏迷 由直线机送往东区医院 经抢救之后不止 再有声一会儿了 稍后回来会报道 上海新增超过2万3千宗确诊 在床单日新高 当我计划展开新一轮的全市检测 广州亦都宣布全市核酸西茶 有市民预先买定物资 新增超过2万5千宗本地感染 上海占超过2万3千宗 再创作单日新高 当我计划展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西茶 而基金部门通报 敏行区三名官员因防疫不力 分别避免职和停职 新增超过2万3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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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计划展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西茶 在重江区九亭镇 有居民投诉已经多日收不到物资 晚上是小区内示威 上海至上个月部分小区封闭 之后浦东、浦西、分区封控 到现在都未解封 当局逐日延长封控措施 未知何时会完 有部分屋远封控近一个月 市政府也都承认有不足之处 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 发出的呼声 我们感同声色 很多工作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离开大家的期望 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一定尽全力改进 对于市民反映难以上网买物资 市商务委就说 问题出于配送链还未恢复 已经作出多项安排 包括由其他省市调配物资 允许并不是因为涉疫 而被封控的速递员返回岗位等等 上海星期五新增1,015宗确诊 和22,609宗无症状感染 超过9成在隔离管控的时候发现 当局公布近5天 累计篩查9,527万人次 已经完成的检测超过9万4千人呈阳性 为了压制疫情扩散 当局打算开展新一轮全市核酸西查 并请按结果分区分级管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堂大学网堂说 上海爆发疫情和防控措施准备不足 以及对Omicron的传播特征认识不够有关 认为一定要在爆发初期就阻隔 他又说中国会在动态清零中逐步开放 但完全开放并不适用 因为死亡人数会明显增加 他又引用巴西的数据 只接种两剂科兴180日之后 预防感染率和预防重症率分别为3,5成和7成2 认为第三针应该扣证 使用mRNA或者重组蛋白液棉更为有效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至于连日新增病例的广州 亦都宣布全市核酸西查 有市民预先买定物资 由着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广东新增10宗病例 其中广州有2宗确诊 1宗无症状感染 市疾控中心公布 最新2宗病例 确认大Omicron BA.2亚型病毒 当局初步判断 封控区内可能出现社区传播 并存在扩散风险 全市11区相计 啟动全员核酸检测 多个检测站大排长龙 这边都做得很好的 房租市都是 所以都没什么怎么担心 晨洗手 笑出门 戴口罩 回到消化毒 河住区的一间超市 有不少市民救贸 怕被人买了 因为大家都在唱 刚才我们去其他区 看到有个超市买了 所以我过来这边看看 順便过来这边做核酸 有市民认为无需太紧张 突然间就说全广州都要做检测 是有些突然的 但对于买东西 这些物资就不是很担心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很严重 而且广州应该供应 比较充足 没什么担心 市商务局说 已经组织各大超市 尽快补货 希望市民理性救贸 不要控方 市委建委说 现时防控形势严峻 呼吁民众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有核酸检测结果之前 尽量减少流动 至于早前爆发疫情的吉林省 情况稍为缓和 星期五新增954宗 是近三星期第一次少于1000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导 赤电门新闻报导完 至于